大家好 我是呂杰 我是矩金 以台灣委員心 讓我們一起來 攔截新聞 矩金 我問你 你覺得功夫熊貓跟拳擊袋鼠 打起來誰會贏 你是說中澳之爭嗎 看起來會不會是兩敗俱傷 你知道為了一張畫 為了一張圖搞到現在 連小粉紅又出爭了 對 沒有錯 最近很多人就很好奇說 這個中澳之爭到底誰會打贏呢 你掐住我的鐵礦砂 我掐住你的農產品 誰才是擁有核彈級的勝算呢 我覺得這部戲 到最後會不會變成是 我倆沒有明天 好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今天的與會來賓 首先歡迎財經專家朱瑞忠老師 大家好 科普作家潘彥煌老師 大家好 台大國發所研究生碧瑩瑩 大家好 中正戰國所教授林穎佑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北京台商園中南 主持人好 各位大家好 好 我們說到這個 十萬青年十萬軍 但都比不上小粉紅的玻璃心喔 哇 沒有想到現在小粉紅 爬起來了 我們帶你出來看看 小粉紅出征寸巢不生啊 潘老師 是 是 還在問什麼事情啊 為什麼他們可以到處出征這樣子 對啊 這件事看起來 好像沒那麼快的收拾 那我們之前才跟大家談到 這個中澳的戰爭呢 燒到了這個網路上 從阿富汗的戰場燒過來 而且我們剛剛播給大家的呢 就是這個微博的博主 然後這個Bow Pep 他其實自己寫自己唱的 盜貌 喔 不 澳貌案 你知道嗎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怎麼裝容作牙 然後接下來怎麼寫信啊 怎麼優雅啊 最後他講的是 你要我道歉啊 我懷疑我是不是聽錯啦 對不對 到底怎麼回事 來 我們跟大家做報告 還記不記得之前的話 澳洲總理毛利森 其實罕見的強烈措辭 說這個 趙立揭他們的這個發言人 PO了這個照片 對 其實非常的令人厭惡 那但是呢 他們接下來的話就會覺得說 奇怪 這個事情到底是怎麼樣 當然他在星期二的時候 感覺有一點递出橄欖枝 然後呢 他就說呢 這個事件的話呢 是這個趙立揭的行為 應該不會傷害到 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 問題是 網路上的人喔 好像不一樣是受刷 然後就會覺得說 對 沒錯 然後就會覺得說 奇怪 你怎麼做這樣的事情 那另外的話來 我們再看回來 這個的話 這個就是他們的這個澳洲人 他其實是在這個 這個中共那邊 他其實是在那裡當監視台主播 他其實好多次 他竟然說他代表澳洲來道歉 所以他是澳洲的被鼓仔就對了 要這樣說也可以 然後呢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就會變成是說 他甚至因為這樣 他覺得很好奇 我以前辛亥的那個澳大利亞 到哪裡去了 怎麼現在會變成這樣 而且他甚至還說 你看 這麼嚴重耶 竟然會因為考慮這件事件 而要放棄這個澳洲的國籍耶 那這個事情到底怎麼回事 來 我跟大家做報告 其實之前的話 很多電影都演這樣的故事 就是在阿富汗 在中東 是不是很多國家的部隊 其實做了非常多 戰爭以外的事情 沒錯 殘殺了很多的無辜百姓 那澳洲政府的話 他們正視這個問題 而且他們之前 他們自己出來公布說 對 真的是這樣 我們19名官兵 真的在那邊殘殺了 39名阿富汗的這個平民百姓 可是澳洲自己有啟動調查 沒有錯 那就是他們自己啟動調查 所以其實你可以看看美國 但是我們講回來澳洲 他們自己啟動調查 自己也起訴了這19名官兵 然後他們也跟阿富汗道歉 那但是呢 阿共阿姨就說這樣不行 這樣又不夠 結果來 我們上次跟大家報告了 這一張照片 抱歉 我們中間要處理 因為其實畫家 其實烏爾吉林 他把他畫得太血腥了 殘殺小朋友的過程畫出來 大家還記不記得 畫家他竟然講了一句話 他說 聽說老莫 當然指的應該是這個總理 對我的圖很有興趣 我晚上如果有空 我再畫一張 結果真的有興趣 就真的再畫一張 畫一張出來了 當然這一張 我自己覺得 如果說你畫這個 他們那時候就講 難道我們東方的世界不行嗎 一定是你西方的世界 寫文章畫圖來諷刺嗎 諷刺漫畫其實在歷史評論 在時事新聞上 本來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我跟大家報告 如果由我的角度來看 這一張的格調跟水準 比這一張高太多了 因為這個血腥 這個不好 最少他比較抽象 沒有錯 他比較抽象 他在畫什麼 很多人說在戰地 後面烽火連天 一大堆的攝影記者 看著一個紅衣紅帽在畫圖的人 後面有一個呢 指責的衣衫不大整齊的人 懷疑他可能是Morrison 但是我跟大家做報告 呂傑 你覺得這個人 只是單純的紅衣紅帽的人而已嗎 應該不是 你看他的帽子 這個其實是伊斯蘭帽耶 是喔 是不是啊 看這個小帽 是不是 但是他後面又畫這樣 又像鴨蛇帽 所以這就是說 有一些鳳氏漫畫 他的麥角就在這裡 我是不是要表示 他是不是一個 或者他們大陸叫做 這叫做回回帽啦 但是我們不關這個 所以其實從這來看的話 但是喔 澳洲也不是塑膠做的 來 恐怖了 這張這百度都撞出來了 這事情我看不太緊張 你講我在阿富汗殺人 我說你又是天安門 來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因為這個時候我在念高中 這個血氣方高 熱血沸騰的時候 看到這些張圖 牽動所有人心裡的記憶 記不記得 你要多大的勇氣 站在這個坦克前面 而且這個圖是假的 是畫的 這個是照片 千真萬確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 Michael Jackson 對 就是那個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演唱會當中 把這個場景實際搬上舞台 Michael Jackson本人就扮演這個人 在坦克車面前主打 所以其實一講 這個有沒有 這邊Covet Tweet 意思就變成是 學照一間的這個語氣 就是說 懲罰他吧 道歉吧 從這來看 不管是照片或者是圖畫 兩國的這一個對抗 越演越烈 可是澳洲總理在微信上發文 也被刪除耶 對 沒有錯 他在微信上發言被刪除 有個很大的重點 大家要知道 這個Twitter跟YouTube都一樣 只要有人去檢舉 只要有人去舉報 所以其實對他們來說 人不缺嘛 去檢舉去舉報 就被拉下來 但我們說這個戰爭打的 最重要是什麼呢 我們說其實 這所謂科技始終來自於戰爭 我們說戰爭就需要武器 鋼鐵是科技之母 我們說漢陽鋼鐵廠那時候 最出名就是 中國那時候在微信運動 在志強運動的時候 在漢陽弄出了所謂 中國史上第一個鋼鐵廠 正式的所謂現代化的鋼鐵廠 但是你要知道 很多戰爭都是因為鋼鐵而起 我們說兩次的世界大戰 德國跟法國為什麼打那麼兇 因為一個有煤沒有鐵 一個有鐵沒有煤 所以為了爭奪資源 大家就全起來 大家就拖起來 大家拖到最後出事了 什麼又出事 戰爭越打越烈 所以在二戰結束之後 二戰真正的結束 不是在中戰那一天 而是歐洲我們說德法兩國 簽下了所謂的歐洲煤鋼的共同體 所以雙方可以換很多東西 那就不會發生戰爭 而中國的鐵在什麼時候 開始有大量蓬勃的發展 大家我們以前課本都有寫到 所謂的漢陽鋼鐵廠 把漢陽鋼鐵廠講得很厲害 事實上當年的張志棟 所弄的漢陽鋼鐵廠 用台語講很厲害 你知道嗎 漢陽鋼鐵廠嚴格說起來 兵臨倒閉三次 最後是誰去救他的 誰去救的 是李鴻章叫聖宣懷去救他 所以聖宣懷是一個中國鋼鐵廠 偉大的人物就對了 對 我們要提到聖宣懷 因為中國我們說清朝末年那時候 常用一招東西叫做官都商辦 什麼叫官都商辦 因為我們現在話來講叫BOT 就是政府來處理 然後由民間來籌資來辦理 可是官都商辦 憑什麼你辦 鄧小平說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憑什麼是你富起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官都商辦問題很多 所以每次拼命倒閉 到最後也受不了了 變成什麼 由人民來辦 由私人來辦 找了誰來 就找了聖宣懷來 聖宣懷的的確確幫我們說 漢陽鋼鐵廠重新振作起來 並且你知道 我有產品 最重要叫什麼 通路嘛 你要銷路嘛 誰來銷 當時不是在自強運動嗎 自強運動完 不是還有什麼微信變法嗎 所以中國要鋪鐵路嘛 鐵路那些鋼材從哪裡來 就從漢陽鋼鐵廠來 對 所以我們說打仗 最重要那些武器都是來自於鐵 而這一次澳洲跟中國的商戰 打到最後澳洲唯一的武器是什麼 我有鐵礦砂喔 我不愛買利用 所以很多人就說啊 這個澳洲明明就掌握了資源 應該是掌握了全部財對 但沒有想到在中澳之爭 怎麼出現節節敗退的情況呢 確實喔 最大的關鍵點其實很簡單就是 澳洲有的東西中國確實需要 可是澳洲這些東西都不是獨家 你有鐵礦砂問題 它不像我們的晶片 對啊 別人難道沒有鐵礦砂嗎 按照全世界這個鐵礦砂的這個運藏量來說 中國其實比澳洲還多 可是中國很聰明嘛 我有錢的時候我先買人家的嘛 因為大家知道 天然資源總有被用完了一天 我有錢的時候我先跟你買嘛 就跟美國一樣 美國過去石油都跟人家用資 拿別人的石油 對啊 都買別人的 所以你用了我就存我五年了嘛 所以澳洲的鐵礦砂 看起來好像是中國的最大的供應者 問題是 我一旦我跟你吵架我不跟你買 請問你澳洲鐵礦砂賣誰 中國是全世界最大 幾乎所有原物料 它都是最大的需求國 尤其鐵礦砂全世界一半都賣到中國去 今天中國不跟你澳洲買 請問你澳洲你要賣到哪裡去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嘛 而且澳洲的鐵礦砂 幾乎就是它的經濟命脈 因為它的出口當中有四成都是鐵礦砂 而且你最重要的 你怎麼去看這個它的影響來 我們用匯率來看最清楚 你看到這個澳洲澳幣呢 因為台灣很多人喜歡買澳幣 澳幣最高點出現在哪裡 2011年那時候澳幣兌美元 這個走勢是澳幣兌美元 在當年來到1比1.1 也就是說澳幣可以換1塊1的美金 因為當年度國際鐵礦砂飆到歷史最高價 192美金一噸 之後有沒有看到整個就一路往下掉了 掉到這裡的時候鐵礦砂存37塊而已 因為鐵礦砂我們家其實是做建築業的 是 然後我如果記得沒錯 在2000年前後的時候 那個時候建築用的鋼筋 鐵仔1斤7塊 然後自從中國大陸在搞所謂的 這個北京奧運的時候 他們大量需要鋼材 國家在建設嘛 所以不斷往上飆漲 那時候我記得最貴的時候 鐵仔1斤到38塊 就烘台的那種概念 對 而且所有跟我們這個 我們承包商在跟那個業主在簽合約的時候 都要加出一條附註 那鐵仔起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他還追加預算 沒錯 大家其實看這個走勢就很清楚嘛 你會看到 剛剛你覺得說的就是之前 這個金融海嘯前這一波 國際原物料大長 後來因為金融海嘯 澳幣掉下來 那時候原物料也掉下來 好 後來呢 因為就中國開始要救市 那時候都喊出所謂的鐵攻擊 就是鐵路 公路 基礎建設 通通都誘到原物料 尤其是鋼鐵嘛 所以開始採購 哇 一路就狂飆 好 可是之後呢 事情解決了 我就不買了嘛 所以國際的鋼鐵價格 一路往下掉 好 所以你看澳幣就跟這樣子 一路跟著往下掉 好 可是大家都在講說 澳洲這幾年經濟好像 沒什麼太大的影響嘛 你說它遇到原物料 可是澳洲卻沒有 因為原物料下跌 經濟轉壞了嗎 人家連續28年都是正成長耶 對 這有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在幾年前我們學校派我去澳洲進修 所以我在那邊住過一段時間 在澳洲 我2014年去的 當年澳洲跟台灣一樣 都是2300萬人 現在台灣多少人 還是2300萬 澳洲現在多少 2500萬了 澳洲人比較高興 不是 因為他們開放移民 因為他們其實這一波 原物料往下掉 他們經濟變壞了 所以怎麼辦 他們想出來 只要你願意投資澳洲 500萬澳幣 我就讓你移民 那不多耶 500萬澳幣 就直接這樣就可以移民 不是現在喔 我當年去的時候是1比28 現在當然剩20塊而已 我當年去的時候是1比28 500萬澳幣是1.4億台幣 只要4千萬耶 對 而且還沒有這樣子喔 如果你願意1千萬澳幣 連移民間都免作 所以吸引了100萬中國人 剩快速通關門票了對不對 沒錯 當年我到澳洲 我那時候剛下機場 在雪梨機場下去的時候 我嚇一跳 我是坐坐飛機 來到中國大陸的 內地某個城市了 為什麼 雪梨機場的免稅商店 你看到通通都是中國東西 什麼白酒啦 什麼煙啊 通通都是中國品牌 燈箱廣告全部都簡體字 你以為去到China Town那種感覺是不是 真的 所以當時我就在那邊住在那個 HOME STATE HOME MART家裡 他們真的非常討厭中國人 為什麼 因為中國你說是移民投資 其實都是去幹嘛 炒房嘛 沒錯 所以澳洲的房價 那時候我印象很深刻 在澳洲雪梨中央車站那附近 很讓他沒有錯 可是你怎麼想像 想像一個住宅 大概和台灣大概20幾坪 賣多少 台幣8千萬 蛤 我到現在印象都非常深刻 20幾坪賣台幣8千萬 對 你很難想像對不對 他說 那時候當年就說 這整棟大號全部都是被炒出來的 根本沒有任何本地人在住 所以呢 過去這幾年 澳洲非常依賴中國 尤其在經濟上 如果你看澳洲的政治 他過去連續幾任的總理 從陸克文開始 或是這個滕伯爾等等 他們的 還娶了這個中國媳婦啊 所以他們很親中國啊 可是一直到現在的Morrison 18年上來之後 他覺得真的 不能再依靠中國 因為你 民造已經開始很反彈了 房價被炒成這樣子 當地人根本沒拉到好處嘛 所以你看喔 在18年之後 照你說這個鐵礦砂價格反彈之後 澳幣應該跟著上來 結果你看到這一波下來 為什麼 美洲貿易戰爆發了 那美洲貿易戰就變了一個問題嘛 欸 美國中國吵架 那澳洲夾在中間 在政治上我們知道 澳洲是五眼聯盟的成員 所以政治上他是親美的 可是經濟上他要靠中國 那問題是兩大國不允許你 當牆頭場 你要挑一邊 所以澳洲決定靠中國這邊 所以現在就被休閒 那老師澳洲真的沒有贏的辦法了嗎 目前看來真的是沒有 就我們剛剛說的嘛 你有的所有東西我都有 所以你看到 我們現在看到 每個中國對澳洲的這些 所謂的經濟制裁 都還是農產品喔 當他如果動到礦產品的時候 澳洲的經濟就剩下蛋了 那問題是 我中國只要我有錢 我不怕買不到你 澳洲這些東西到處都買得到嘛 所以澳洲真的要小心了 所以你知道 列寧曾經講過 就是你怎麼對付資本主義你知道嗎 怎麼 你就是給他賺錢 給他賺錢 他最後賺錢賺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他連你要勒死他的繩子 他都可以賣給你 不過你知道我們說 有資源的地方就會有人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衝突 有衝突的地方 咦 失敗就出現了 怎麼去混水摸魚 來 音音 沒錯 剛剛其實岳宗老師有提到 現在這個中澳貿易戰裡面 其實澳洲雖然握有這個鐵砂礦的 這個非常重要的貿易產品 可是現在好像沒有辦法 又透過這個產品來跟中國抵抗 可是在2003年到2009年的時候 卻不是這樣 為什麼呢 這就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人物 就胡適泰 他是這個出生在中國的中國人 他是個天才 這個家裡是工薪階級 可是他16歲的時候 就考上了北京大學 16歲就考上北大 16歲就考上北京大學 是個非常聰明的學生 然後當時這個90年代的時候 中國就有一波這個留學潮 就把他送去了 對 他就趁著這個留學潮 就到了澳洲去念書 在澳洲念書之後 畢業在當地的一個非常大的礦產公司 找到工作 所以他也就順便入籍了澳洲 成為了澳洲的公民 但這個時候他就透過這個 他後來這個他們的這個礦產公司 被澳洲一個最大的利拓公司 也是一個全世界非常大的一個礦產公司 被併購了 所以他就成為了利拓的員工 那他當時呢 他就主動跟利拓公司說 我想要請調到中國 來當這個中國區的貿易代表 那這個時候 他調到中國區的貿易代表的時候 對中國政府來說 或者是中國的國營企業來說 應該覺得很開心 因為我們的這個談判的貿易代表 居然是一個中國出生在中國長大的小孩 那來跟我們做談判 理論上應該可以談到一個 對中國還有對澳洲來說 雙贏的結果 可是並不是這樣 因為他其實在這個中國 擔任這個貿易代表 中國區的貿易代表的時候 因為他是中國人 所以這些國營企業的高官 在跟他social的時候 就會放下戒心 送錢或什麼之類的 對 就覺得大家都是中國人 體現代哪裡 然後他就靠著這些 他也本身也有這個非常高端的 這個社交手段 所以他就透過跟這些高層接觸 然後知道這個中國國營的 鋼鐵企業的一些 這個營業秘密 像譬如說 不管是每一頓鋼材的這個單位的毛利率 或者他這個生鐵 能夠轉換的這個轉換率 然後還有他們各種 這個平均的進貨成本 這些商業機密 他都透過這些 在跟這些人交朋友的過程之中 得到了 所以他在談判他2003年到2009年的時候 擔任這個鋼鐵談判的這個談判代表 那他這個時候他們當時談判的人 中國方的代表他們回憶起來就說 這個在談判的時候 他們覺得好像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澳洲代表呢 好像都知道我們的這個成本 什麼時候要缺啊 礦啊 什麼時候要賣給你啊 這個時候賣多少錢 我要賣你多少啊 其實中國身為這個澳洲鋼鐵 這個叫開標及底標啊 沒錯 完全知道這個中國他們的底細嘛 知道他們這個底價是多少 所以即便中國他其實是最大的 澳洲的鋼材的鋼鐵的進口國 他也沒有辦法這個 有跟澳洲討價還價的空間 所以他們就完全在這個談判中 是被吃了死死的 從2003年這個 他擔任了這個澳洲的談判代表之後呢 他們這個鋼材就不斷的開始漲價 甚至到2008年這個中國面臨金融海嘯 非常慘的時候 他們這個粉礦啊 這個上漲的比率是79% 然後快礦的這個上漲的這個幅度 是97% 就是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漲幅數字 在2008年的這個漲幅程度 就讓中國的這些鋼鐵企業 虧損了7000億 就是這非常驚人的高額 但他也是滿尷尬的 因為他之後被關進去了嘛 但是你知道一個中國人 但他在澳洲公司上班 那他到底是要聽誰的話呢 人在曹營心在漢 但是漢也不會比現金重要 對所以他們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但沒有想到他的下場就滿難的 誰說的 誰說的 在2009年因為中國就發現說 為什麼我們這個談判一直失利 就任憑這個澳洲的這個礦業公司 掐著我們的脖子漫天寒假 所以2009年的時候中國政府 就突襲了這個利拓公司在上海的辦事處 然後就發現了他們這個公司 辦公室裡面有非常多的這種 別人的機密中國企業的機密文件 所以就把他跟另外三個這個中國員工 也是利拓公司的員工 就把他們抓起來 那進行了這個秘密審判 當然這個時間點也很尷尬 因為這個當時呢 利拓公司其實跟中國 他們有一個大概高達196億澳幣的一個合作案 那當時利拓公司他突然退出了這個合作案 所以澳洲的媒體也有質疑說 是不是因為這個 他們突然把這個合作案喊停 讓這個中國政府他們 俠院報復 所以把他們抓 就是把他們當作這個 竊取這個商業機密的犯人 然後把他們抓起來 好 不過當然大家都說 他兩年前被放出來 但之後就再也沒有他的下落了 因為畢竟被秘密審查 之後也不曉得他跑來去了 那你現在想照中國的訊息 你要看誰你知道嗎 誰 你要看胡錫進 所有事情都是胡錫進講出來的 因為他很多人都說 他根本就是中國的打手 什麼東西都是他自己 PO上環球時報 他說的算嗎 他已經把環球時報 變成他自己的推特了 他想要說什麼都可以對不對 對 所以總理想 是 胡錫進 你一直在大陸 你對他了解夠大嗎 他現在在大陸在廣州在教授 他聽到這個而已 馬雄視訊怎麼樣處理 誰在廣州在教授 他在廣州去那裡探監外快 胡錫進去廣州教授 對啦 聽到這個訊息 你知道嗎 我們微信群裡面爆鍋 整個炸鍋 好 全都在說這個 我說 開玩笑 我們早就知道他在加拿大陸 有一個私生子 生了 跟他不一樣 你知道 跟他吃 跟他不一樣 你看他那個面 生孩子跟他生了 不一樣 不一樣 對啦 你說什麼小三兩個 我們也拜託 後宮家裡有三家 不是旅節 旅節兩個說還好 人家三個也有三十個 沒有一個而已 沒有一個而已 要快算盤了 這個面子不能開玩笑 所以私生子都在大學 現在六十歲了 你想看看 這種東西不是今天比較有的人 早就微薄 半個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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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始在說這些東西了 那我們說道路人 對於他的這個做法 覺得怎麼樣呢 是覺得好棒嗎 還是覺得他在胡說八道啊 沒有啦 只有三個嘛 一個段的敢 居然敢副總編輯在那裡補 對不對 只有三個 他正義令人 我身為共產黨員 一定要怎麼樣 聽你在放屁 不可能的事嘛 第二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這個段 算是要叫他六十個好隊 較快給我 那這件事有可能嗎 絕對有可能的 第三的是什麼 你可能跟我男女之間的感情 你又跟那兩個混 那我一定要拉你下台 我們兩個怎麼樣 我得不到你我就毀掉你 毀掉你啊 所以這三個裡面 同可能的就是 我們講最後這一個 一定可能 因為他的女生太多了 沒辦法 你看他生那個行動 你知道嗎 你也不是說生到那裡結 對不對 所以不一樣 所以人要圓斗比較有人 沒有 他們大力是肝如果大 自然會攀爬 會去摸你的大腿 我再強調一次 圓斗這一件事情 就言過七十了 你如果說我圓斗你算王庫哥 我是漂撇不是圓斗 不是圓斗 好 不過這件事情呢 現在包括胡錫進當打手之外呢 居然把這個中澳之爭呢 變成輿論導向 怎麼樣的輿論呢 說是五眼聯盟來對 這個中國的抨擊 是這樣的情況嗎 創下哥 是 胡錫進現在一定要非常積極努力 為什麼要非常積極努力呢 這個胡大哥 在這段時間裡面 全世界都非常喜歡他 然後非常喜歡他的時候呢 但是他最怕的就是 中南海一聲令下 就把他給幹掉 所以幹掉的時候呢 現在中澳之間呢 你看他馬上呢 環球時報繼續做個漫畫出來 Human Rights 人權 但是呢他就要去諷刺 因為澳洲的39名特種部隊 在阿富汗的一些狀況 他就說你看 你們明明是踩在人家下面 是有鮮血上 但是你們只會告訴 裡面上面是人權 要去諷刺他 為什麼呢 是因為呢 他最近又發現 底下很多人想要去鬥爭他 想要把他拉下來 掀他的黑底 這些事情越來越多了 而越來越多是什麼 就是環球時報的一個副總編輯 那個副總先平呢 前一段時間呢 正式的舉報 向中紀委舉報 到了中紀委就很恐怖了 中紀委如果真的要辦你的時候 先是雙規 雙規 雙開 雙開了對不對 那胡錫進就完蛋了 而且以他的位接呢 他是沒有資格去秦城一號的 他可能就要送到新疆去再教育了 所以他非常的在乎 所以他要出來 為什麼那副總編輯就講說 胡錫進呢 跟底下的兩個人 其實兩個他們下面的員工 環球時報的呢 不甘不盡 是小三 還有私生子兩個 又把他舉報 然後胡錫進就馬上講說 這個副總編輯喔 前一段時間去黨校之後 回來之後 就精神不太正常 所以常常講一些話 是有幻想的是假的 那就不懂了 胡錫進這樣講說 難道去了中共黨校 校長就是習近平耶 去了以後回來之後 精神有狀況 不曉得胡錫進這個 到底會打破了 他到底在打誰的臉 但是因為他是想說 他可能是說 指那個人去了黨校之後 副總編輯 因為去了黨校 就是鍍金了 鍍金之後就是天子門生了 回來之後 他就警告胡錫進說 你該下台了 但是胡錫進就說 他是在亂講 他是怎麼樣 還說他曾經 所以當時他就已經舉報過 我說有這些什麼 小三的事情 有私生子的事情 但是我們在小圈子裡面 已經擺平了 沒想到那個副總編輯 所以他是間接城鎮有嗎 就很怪嘛 他沒有講沒有 他說擺平了 已經處理好了 已經說明清楚了 但是後面副總編輯 就貼了一個正式舉報單 出來說 我已經跟中紀委舉報了 所以胡錫進就感受到 極大壓力 從中作梗 真的喔 就像是魚梗 魚刺卡在喉嚨 不是很難過嗎 中國現在就面臨到這樣的情況 因為包括晶片 不是被美國扼殺了嗎 另外還有鐵礦砂 現在掌握在澳洲的手上 我們知道因為中國 它基礎建設非常熱 但是它沒有鐵礦砂 所以怎麼辦呢 也因此只能跟澳洲來買 那澳洲現在變成打鐵趁熱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鐵礦砂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半年以來 居然整個價格高高漲 漲了60% 當然已經登上了 六年來的新高點 很多人就說 因為澳洲它自己有鐵礦砂 所以有機會來扼殺中國嗎 當然很多人都是這樣講 但是呢 因為澳洲加入RCEP 沒有想到居然被中國這樣的對待 那也讓很多人說 RCEP這樣的聯盟 還能寄予厚望還安全嗎 那我們說這個 這次疫情呢 其實只有中國跟台灣 相對影響感覺比較少 OK 那不管是民主還是自由 不管是民主還是專制 都有去圍堵這個疫情的方式 但是台灣我們防堵得好 我們經濟好沒錯 但是中國呢 中國這樣子 居然他們趁著疫情賺大錢喔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呂杰我們說啊 這個全世界的經濟啊 幾乎在3月的時候都是趴地 但居然有人說它 異軍突起耶 因為這個防疫抗疫 居然賺大錢耶 這是共產黨的習慣啦 毛澤東講什麼 就是 帳當然在別人的院子打嘛 那喜酒當然在自己家裡辦嘛 所以共產黨向來 就是把別人家的商事 當自己家的喜事辦 所以在這次疫情期間耶 他們說耶 有個中國的學者說什麼 中共光是在一波獲利耶 291 聽清楚喔 趙 潘老師 現在這個疫情當頭啦 全世界感染的人數跟死亡的人數 都是用百萬十萬來算 所以這個時候相關議題的發言 特別牽涉到人命喔 真的要小心 不然的話別人會說你 就在說風涼話 甚至還說你流下 還是疫情的眼淚 怎麼回事呢 有人問這個華春瑩 就是發言人就是說 那美國最近的這個染疫的死亡人數 就要達到三十萬 非常恐怖 結果他當然啦 他就很這個 很說我們也 對沒有錯 我們也感同身受 然後兩個國家要合作 然後希望能夠從疫情當中站出來 然後有人說 那現在的話是疫情的寒冬 不錯喔 說話很有積極正向 他說 冬天到了 春天難到遠嗎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冬天到了 春天不遠 那是因為我們知道冬天有多長 疫情的冬至到了沒有啊 還沒 還不知道啊 所以其實講這個話 有人就會覺得真正人命的損失 但是剛才你說的 蛤 對了不對啊 一來一去又不夠 跳耶 但這是怎麼 我們來看一下 結果原來是這個 他們國發院的教授李玲 那李教授的話 他在他們讀懂中國論壇上面 其實發表了一個非常神秘的計算方式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這裡 抗疫的健康收益約五十六萬億元 然後抗疫的經濟收益約十一萬億元 來 這邊我再念給大家看 2020年中國抗疫收益為六十七萬億元 相當於今年GDP總值的三分之二 哇 拜託耶 萬億就是跳的意思 就是兆的意思耶 那你如果換算成我們這邊習慣的看法的話 291兆 這個到底是怎麼算的啊 對 他的意思當然是說 我們其實每個國家都有預算 但是你這個預算有很多的這個建設 會有很多的事情 要教科文之類的要支出 但是呢 現在可能是因為要抗疫 所以錢挪到那兒去了 但是錢用掉一定在某地方是有收益的 所以他全部把它算一算 可以有這樣子的說法 那可能他這個經濟的算法很高級 我們不了解 但是大家可能會說 那他可能就是談一談而已 而且講完之後歡聲雷動 因為大家會覺得說 哇 不錯耶 佔了今年GDP總值三分之二 死了那麼多人他們還歡聲雷動嗎 來 接下來的話 大家以為講完了嗎 還沒喔 前幾天而已喔 上海論壇再來一次 他也提到 而且還講到 這些隱形的GDP也為中國人帶來了 有沒有看見 信心 幸福感 安全感 而且更有趣的是他竟然講 連隔離前的狂歡 新冠爆發後 醫療市場 這個都能夠讓GDP更高 這個真的聽了會覺得不可思議 好像好開心疫情有來的感覺 是啊 從這來看 那就有人說 那如果你疫情來一次的話 你收入這麼多帳 那都來幾次 你就稱霸銀河系 對不對 還不只太陽系而已 然後接下來還有你看 非常可怕 國人因為怕死要治療 治療就要錢 我跟大家報告 沒治好死了也是要花錢 所以其實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所以從這來看 還有人說啦 這種全世界還不夠啊 還要這種到全世界去啊 拿到這樣才不夠嗎 所以我們跟大家做報告 因為很多時候你說這些GDP 不管你是怎麼算的 可是百姓的觀的心情 是最感受的 每個國家都一樣 真的基層的百姓 疫情當頭的時候 你們還在那邊開心 哇 我們的GDP提高了嗎 沒可能的事情 但很多人說 其實這樣的情況之下 真正賺錢的應該是馬雲吧 好 當然過去呢 馬雲被小粉紅 不是當成財神爺來拜嗎 馬雲現在跑得比劉翔還快 沒錯 但是呢 一百港幣招備廟 馬蜂窩之後呢 馬雲消失了一個多月喔 那麼新華社呢 還故意用這張圖呢 來哭手說什麼呢 你有沒有看過一個馬的形狀的雲 意思就是馬雲飄了 好 不只是把馬雲當笑話 但是馬雲就是馬雲啊 早在他無逆襲大大之前 他就先把阿里巴巴的股票賣掉 你知道賣多少錢嗎 賣多少錢 也是好多個億 多少呢 3000億台幣 哇 現在小粉紅罵翻說 馬雲是要糟樓吧 但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真的要糟樓的是誰呢 是90後的富商 但這個富是負債的富啦 負債的富啦 因為欠了一屁股的債 都是因為花費 借費 借了一大堆的錢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支廣告 在我心中什麼都可以捨 熱愛的不能捨 去工作前我想先去看看世界 自由的感覺永遠比定居要好 等一份機會不如自己創造機會 活成我想要的樣子 年輕就是花費 根據90後 也就是30歲以內的年輕人 去調查你到底欠了多少錢 結果嚇死人 高達86.6%的年輕人 都有欠錢 86%啊 那不是所有的人 都背了一屁股債嗎 對 而且 你不要小看那個0.6 那個0.6 以中國大陸人口算去 怕死人 我跟你說 好 來 其他確定的數字 全中國在這個年齡層的 有1.75億 所以用1.75億 乘以剛剛的0.6% 你就知道真的是很大一個數字 好 那這些年輕人 這麼多人欠債欠多少錢呢 大概他們的薪水42% 哇 怎麼得啊 要人啊 對啊 沒有欠錢的只有13%多而已 你看多可怕 其中就這個花費 花費的客戶大概有5億戶 那一共欠了多少錢呢 1.73兆人民幣 那這樣不多啊 他們光是疫情 就賺了291兆 你要想這些是年輕人 那是全中國 可能中國有很多大戶 不理我們現在說的是 90後30歲以內的年輕人 基本上就算你剛出社會 你可能人民幣薪水幾千塊而已 一個月薪 你居然這麼 這些人一共可以欠 將近兩兆人民幣 而且老師我覺得 比較詭異的行為是 不只是螞蟻啊 好多好多吸塵 然後這些全部都是在做貸款耶 因為看到花費做得這麼成功 賺了那麼多錢 我也要來賺啊 大家也要穿一腳 所以你看喔 這麼多你想得出來的 這些做電商的通通都一樣 而且大家名字都喜歡 有個花 因為這個花基本上就是花錢 就鼓勵你花錢 拿去花 借去花 怎麼樣花都可以是不是 好 那這些電商 做這件事情也就算了 你有沒有看到其中有一家叫 字節跳動 你就是抖音 對 為什麼連抖音都做放款 對 為什麼抖音也能做放款 但你很納悶 你又不是電商 因為抖音裡面呢 其實它有很多的 這些跟電商合作的 在上面賣東西的 甚至什麼呢 你看到某個網後 你要抖內他 沒有錢 我借你 你真的 就起來抬低說就對了 真的完完全全超出我們的想像 好欠了這麼多錢 你總要想辦法還吧 就有人想 這些這些網路借貸都是吸血鬼 我不要跟你借錢了 我去跟銀行借 就有一個真實的例子 有一個人就這樣子 欠這些網貸 欠了一屁股在他朋友說 那我有認識銀行的 我幫你簽 簽入去銀行借錢 銀行利息應該比較低一點 我們就是借銀行的錢 來還這些高利貸 借低還高嘛 好他聽也有道理啊 所以他就去就跟著這個朋友去 看到一個 哇看起來這個護利堂房的一個辦公室 也有專門的接待人員 應該說沒問題我借你 好這個人就借了16萬人民幣 結果沒想到簽了月以後回去看到 手續費20% 手續費20% 原來從一個火坑又跳到另外一個火坑去了 所以你就知道中國這個問題有多大 好反正借錢總歸要還 還不出來怎麼辦 大家一定想到就是吹債嘛 吹債 我們在台灣吹債也不稀奇 我們常常看到什麼 拿噴機噴你們家門口的啊 對 是你家賭你的啊 然後掛豬頭啊 半夜去你們家放鞭炮的啊 來這些當然都有 中國他們有新招 你可以看到 現在不是這個通訊網軟體很發達嗎 因為你都是透過他們這些通訊頻道 他都有你的帳號嘛 所以他就利用你的帳號 就開始發出去一堆的訊息 來來來來 朱老師 這後面那幾張圖到底是什麼啊 唉唷 我怎麼知道你有帝這麼厲害 我們這個是普及的節目耶 唉唷 你看就是這樣子 你還不錢出來之後 他就幫你打廣告 什麼廣告 幫你做小卡片 如果你是女生年輕貌美的 像余靜這樣子的 他幫你做小卡片說 來 我一個小時60塊80塊100塊 要不要 那不是很多人就打電話過去嗎 對 就騷擾你啦 騷擾你我明明沒有在做這種事情 結果你看他就幫你做了 唉老師那我覺得他們 討債蠻用心的耶 還特別自製小卡片耶 就是要讓你人家相信嘛 你看這個照片 雖然這個都馬賽克 可是看起來是不是很像 有幾多人有去過日本 有像日本那個新宿 是不是很多都像這種小卡片 唉真的 問題是當事人他說 我根本沒有在做這個 問題是你的所有各自他都有嘛 他又有你的照片嘛 就幫你做的這個小卡片 很不夠卡有手啦 對啊真的是 真的是很騷擾 不只這樣子 你看他的左邊這個 唉真的是掌握你死 你看他就可以發你這個訊息 而且他可以說 因為我欠錢不還 所以得到報應被車撞死了 所以拜託欣賞好友 他不是幫你發訊息 他幫你發婦文你知道嗎 好再來就是 如果你是地方官員 他就發訊息說說 你看 某某地方官員 你的小孩你的什麼人欠錢不還 你看身為國家的這些官員 你居然教育你的小孩欠錢不還的嗎 所以招告全天下說 來某某官員你都做這種事情 你的上級長官看到了怎麼想 你有問題啊 對嘛 所以你看他們有這麼多奇奇怪怪的 這個討債的花招 所以你遇到這種問題你能夠不還嗎 如果你只有這樣子而已嗎 他們沒有 他們還有更厲害的一招就是 他們的中央機關有做一個叫做真信的 其實台灣有類似的 像台灣的連貞 對 就跟我們的連貞一樣 可是不一樣的地方是 一旦你真的都不還 他就上報這個真信中心 然後你就開始列入黑名單 因為你欠錢不還嘛 所以以後你要借大條 因為剛剛我們說花費借別都是小條的 如果你現在要借大條 以後你要借大條 你要借房貸借車貸你都借不到 還不只這樣子喔 你去找工作 現在很多工作單位 人家要看你的信用紀錄 他可以去調 你信用不好 抱歉我不辟你 還有你要出國去 你要做簽證 信用不好 抱歉不給你簽證 不讓你出國去 所以他的影響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被逼到這種情況 你說這些人還能夠不還嗎 但是莊蘭 是 你像我們說大陸 現在馬雲跑了嘛 那留下那麼多債務 那些中小企業怎麼辦 每天遇到人家來催債 大陸人除了這些以外 還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催債 對啊 這個就是 我這裡有個微信的群組 是海峽兩岸公共事務協會 今天發一個消息 這個待會可以拿去看 他這裡說什麼你知道嗎 突然接到警方消息 台胞什麼什麼的人 在昆山花園突然申故 現在警局尋找家屬或朋友 五十七年住的 台灣高雄人 興奮症 台胞好都知道 那有數跟昆山市台商協會 誰誰誰聯絡 請問錢 你知道嗎 好 怎麼突然申故 好 他跟你說 二十一天 不是二十 萬分之五 好 你會覺得很輕鬆 對啊輕鬆啊 我跟你講 換算夜息1.5% 換算年息18.25% 萬分之五 噢 就兩千分之一嘛 沒錯啊 你如果知道就知道 說這裡的中小企業 我說什麼 馬雲啊 你知道嗎 馬雲走路耶 三十五要怎麼量 奔 三十八要怎麼說 床 對啊 所以你看 三十八就是馬雲 下三十八的幹 一走路我們就走路了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 我們這個就是台商在昆山 我們專門做什麼你知道 歐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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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 手機後面那個 鋁殼 好 欸 一年都高一億了 現在中美大漲加疫情 再來馬雲 阿里巴巴 我都九歲 現在突然不去 你不就叫我去死 為什麼 上面他們開票給我 都六個月 你知道我要給廠商要獻金 我才能夠怎麼樣 才叫得到貨啊 答對了 現金比較有費給我 比較有錢嘛 他給你開半年 你還要開三天啊 開三天 人家就給你占四了 兩費就沒有 你這個不競爭力 你的是跟誰學的啊 這個台灣人 你知道喔 台灣人心裡不想 詐騙集團 你說這都是什麼 我們自己本學 學成精啊 現在教大陸人 大陸人也學人 你知道嗎 各位去人家潑油漆 後來逼你煮沙 你要怎麼去解決 你知道統後半款的 溫州人 台灣 中國的什麼人 猶太人 最會放款的 現在是每一省都有 昆山也有 東莞也有 都在幹嘛 做這種網路 貸款生意 再來 利用小姐美社 去跟你講 很輕鬆喔 貸款很輕鬆喔 現在連台商 你說台商有土地啊 土地都做70年了 現在30年了 有的沒土地 要怎麼 工廠就收拾掉了 所以台商 現在房地產 台灣為什麼要起來 錢不出來走嘛 它收拾掉 不會讓大家 就自己過來 在那統口流 就叫台流你知道嗎 穿到爬爬爬 在基地人家救錢 說我台包賺 我錢包給他們 漏掉了 那個我遇到太多了啦 這些台流你知道多可憐 上不上下不下 就在那邊扶著扶著 都沒人求啦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這些中小企業 為什麼銀行借不到錢 就剛才說的 信用破散了 再來我的土地存三四十年 三不九年了 因為我都做五十年了嘛 我存不二十年了 再來我家裡沒問題了 好 因為土地 我土地去政府 去修以後就沒有 就說了 我還是工業區 又不是商住 又沒有說那麼好 有關係可以規劃一條 道路馬上 都變中校東路 有事段 那會有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是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很多台流還在大陸流連惶惶 沒有 你知道 那個我們說借貸這種東西 其實至古皆然 那在更早之前 我們說夏商周 夏商時代 他們主要是食物的借貸 所以我那個小麥不夠了 你借我 可是我們說中國借貸的故事 最出名在課本裡面有 怎麼說 誰啊 國文課本裡面 以前不是有一課嗎 叫馮宣課孟長軍 孟長軍當年 就是我們現在高利貸的頭子 等一下你是說 孟長軍當年是放高利貸的嗎 孟長軍就是放高利貸的啊 所以他的食客三千 都是他的小弟啊 他沒有養食客三千 沒有 他可能特小 所以我就是放高利貸 然後拿高利貸的錢 來養這個食客三千就對了 你知道我們以前課本說 那個有責 就是他在那個地方比較 那個孟長軍的封地在削 削那個地方有責找人去收 那我以前都跟你講 那個責是稅金稅的意思 不是啦 責就是債啦 債務的意思 可是你加個仁治法就是債 所以就找了人去收 結果特小不是這麼簡單 特小是很專業的事 你知道嗎 要賬他們都有協力廠商 協力廠商呢 我們說合法的就跟甄信社 不合法的可能就是找警政單位 他調到你的口卡 調到你的資料 所以要收賬其實不容易 所以孟長軍門下時刻有三千 他就問大家誰可以去收賬 結果有一個配他就站出來 叫馮萱 馮萱說我可以 結果馮萱有沒有去把他再收回來 沒有 馮萱跟大家講 那個借駿拿出來對 然後對完之後呢 來一起燒掉 所以因為孟長軍有問他說 你看我們家 你收完再之後看我們家缺什麼 你就買回來 他說你們家缺什麼 你們家金銀材報摸出聽 缺的是意 所以課本那一課 馮萱克孟長軍 或者叫馮萱示意 這位哥對欠債還滿了解 應該欠了不少感情債 沒有啦 我也不這樣 好 不過呢 10年後來都是過了你知道嗎 中國90後呢 真的是一大堆富商 借了一大堆錢 那欠了一批股債 但是呢他們居然有聯盟喔 瑩瑩 對 沒錯其實這個中國的年輕人 他們現在 等一下 負債者聯盟是什麼事情 不是復仇者嗎 這負債者聯盟呢 就是他們這些借了錢 然後深悲的這個高 這是債務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成立的一個群組喔 這很像這個 我們在美國電影看到 有那種借酒互助會 就是大家每個月 會圍成一個圈圈 然後說我已經 我這個月欠了多少 我還了多少 當然我還是還不出來 那種概念 然後我接下來 我一定不會再借錢 我不會再打開花費跟借費了 這個我接下來的還款計畫 應該要怎麼樣 這是賭飯跟賭飯的概念就對了 那種錢如果有錢 有沒有 這個社會就沒聽你了 對 所以他們這個 負債者聯盟呢 他們就有很多這樣子的 因為使用了這些小兒信貸 小兒信貸或者是小兒這種 消費借貸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組成的這個群組 在這個群組裡面呢 就有一個這個年輕人 他叫做凡傑 他是怎麼 他說 他就開始跟大家說 他的這個借錢的經歷是什麼 他在大一的時候呢 他就想要買一個這個Kindle 就是那個電子書的 電子書的那個閱讀器 對 閱讀器 然後看到這個 一台要人民幣950塊 他覺得有點貴 雖然不是負擔不起 可是一次要花這個950塊人民幣 好像也是這個心裡有點 真的覺得花不下去 那他在這個京東網站上 看到這個電子器 下面就出現了這個 京東的這個借貸 就是這個京東白條 然後就看到這個京東白條 有一個12期免利息的這個活動 那他就點了這個京東白條的這個訊息 就使用第一次使用的這個消費袋 然後來買下了這個電子書閱讀器 那分12期免利息 一期只要80塊人民幣 非常輕鬆好還 所以在這樣的分期 他覺得這個錢來的這個非常的容易 所以他就開始買iPad 買iPhone 這個因為他這是一個3C電子 慾望就越來越大了 對 就慾望 可是你想這個950塊 一期只要花80塊人民幣 可是兩個950塊 三個950塊 四個950塊 他每個月原本可以一次付金 後來只能付那個最低應付的金額 就開始繳循環利息 對 後來呢就付不出來了 付不出來怎麼辦 欸 除了京東白條之外 還有別的可以借嗎 因為小額借貸在這個中國 非常的興盛 而且這個核貸的這個門檻非常的低 就挖東牆補西牆 沒錯 就開始以貸養貸 甚至他在借變了這個 各大這個小額貸款的這個平台之後呢 他還用什麼樣的方式 中國這個網路上 他們還出現一種就是 賣你一個假的二維碼 因為商家付款的時候 不是商家會有一個二維碼嗎 就QR Code 對 然後就有人專門做這個生意 就說我賣你一個假的店家的二維碼 你用花北來付這個店家二維碼的 譬如說付一筆一百塊人民幣的錢 那我中間可能抽10% 剩下90塊我退回去給你 但其實沒有這個商家存在 他們就用這種方式來套現 可是這其實也是最後還是沒有辦法 其實這個在台灣出現過 就是假刷卡然後換現金 就是台灣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 我們沒有這麼出現 對啊 對不對 五十塊要做三口罩 就台灣有某一家眼鏡行 然後那家眼鏡行沒有再配眼鏡 所以是可以借錢的意思就對了 就是刷卡換現金 沒有晚上兩點還在開 這種違法套現的情況 可是其實最後 因為這個中間的抽層其實還是很高 他最後還是沒有辦法還清 所以這種沒有收入的年輕人 他就是會背負著這個 還沒出社會就背負了一大筆債 然後他們這個討債 剛剛前面有談到 他們這個討債還怎麼討債 他會告訴你通訊錄裡的所有人說 這個凡傑現在欠了多少錢 這個人是一個負債的這個年輕人 那他對他來說 這是一種社會性評價的扼殺 所以這些家人 他的家人就會開始幫他 就為了幫他還這個錢 就會開始東湊西壽 所以就一人借錢全家幫忙還錢 就為了讓這個不要 還沒出社會的兒女 不要受到這種就是金錢的壓力 或者是社會評價的這個降低 這種家人真好 但我覺得借錢就是這樣 有借有還債借不難 這個借北花北 其實也不是說不好 你說他救了很多沒有剩的年輕人 之前不是有年輕人歌剩嗎 他去買iPhone 對啊 之後至少可以借錢了 就是不用來割勝了 不是 我們說理性消費 然後這個謹慎借錢 因為你要知道 台灣有一個俗話就是 重點有重點心 當你怕一刀之後有沒有 你就會怕怕 刷卡也是一樣 其實信用卡不壞 花北借北也不壞 重點是當你習慣這樣的消費模式 你影子也有量 你早晚就會出事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了 呂捷捷 最近華為很有戲 之前不是說做了一個塔山計畫 說要自製晶片 但沒有想到連影子都沒看到 現在居然說工廠蓋好了還封頂了 那蓋這個工廠 是拿來蓋蚊子館的嗎 沒有 我跟你講 蓋其實容易啦 有錢就可以蓋嘛 你要知道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有沒有 我說實在話 這不是誇張 也不是說驕傲拽 這個社會現在是不缺錢 缺的是什麼 know how跟技術 沒錯 所以周老師 是 那華為這次還在捕捉三個月啊 喔 華為我覺得 他其實早就知道 美國要對他下手 超前部署嗎 真的就是超前部署 你想他現在封頂 那問題是他不肯立刻封頂嘛 很久以前就開始 怎麼會這樣啊 2019年就開始 不是我們的小巨蛋也開始好 對嘛 所以他很久以前就開始幹 他不就在告訴你 他早就預期 美國不會放過他嘛 所以你看喔 華為制裁生效是什麼時候 是今年的9月15號耶 結果你看 現在才12月初 他已經封頂 表示他很久以前 就在準備這件事情嘛 好 那當然就如剛剛李傑說 改過改嘛 你敢做得出來 你敢做得出來 對 其實喔 真的也不要太小看華為 當然高界他目前 當然不可能做得出來 可是人家也是按部就班嘛 他說今年我要先做45奈米 明年我28奈米 目標後年我做20奈米 大家特別注意到 20奈米其實是個很關鍵的位置喔 雖然20奈米跟我們 現在台積電台積電 已經都三奈米了 五萬里三百二米啊 差很多嘛對不對 我們要挑戰模擬定律耶 可是不要忘了 當年三星就在28要到20的時候 卡關了 就在那時候被台積電超越的 當年三星在這個位置卡了很久 所以喔 如果華為真的能夠順利到 後年做出20奈米 其實不要小看20奈米 大部分的科技產品20奈米就夠了 所以他目前是從中低階開始做就對了 對 所以以目前中低階來說 他確實是做得出來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中芯嘛 中芯其實可以做到14奈米啊 所以如果他今天把中芯那些人 都挖過來 再從國際市場再挖幾個人 尤其從台灣挖些人過來 做20奈米我覺得基本上不是問題 我們怕的是他真的嚕來嚕搞 這搞大會過啊 對 但任正非最近講的這句話 我很生氣耶 他說呢 這個中國做的晶片是世界第一 但沒有想到這個中國 欸 指的是哪裡 你講我們台灣耶 指的是台灣耶 吃的就是豆腐耶 對啊 這個太過分了吧 那任正非他能不這麼講 他能說啊 另外一個國家的台灣 製造業全身第一 那可以不要講啊 幹嘛吃人文豆腐呢 他講啊 他就變成馬正非了 他一定要講說中國第一你知道嗎 他這樣子講 當然嘛 我們都知道全中國都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他當然就要講嘛 所以他當時的講法是說 中國呢 在這個半導力產業有兩個第一 這個叫設計第一 他指的是華為的IC設計是全世界第一 那這是一個 第二他說製造也是第一 而且他說 中國台灣製造第一 那當然這標準是吃台灣的豆腐嘛 可是這裡不就漸漸 因為他承認台灣金家好棒棒很厲害嘛 所以你看到 所以呢 台灣當然現在因為美國的制裁關係 台積電不可能幫他做嘛 所以他現在要自力自強 所以自己蓋場 可是他除了自己蓋場之外 他還有其他動作喔 他除了蓋場之外呢 他還成立了一家投資公司 叫做哈勃科技投資公司 這個名字好像是在國外成立的 對看這個名字 跟華為你不會有任何聯想 他就是要降低 把這個華為的角色給淡化嘛 因為他專門在投資各個半導體廠 光這家公司去年才成立喔 他已經投資了17家半導體公司 所以這等於華為的分身啊 對 當然就我們剛剛說的 他如果還是用華為的名義 他已經過緣那兩天又被制裁了嘛 所以他要另外再成立 但是人家也不是笨蛋嘛 去查 哈勃百分之百都是華為投資的 腳兔三呼 結果腳兔被抓到了 對 好 那不管怎麼樣 那顯示華為他早就已經看好這件事 而且我們剛剛強調 去年他就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他真的就是超前不足 早就有預料你美國要制裁我 而且他也不是只有投資半導體公司 他還投資了一個很特別的公司 專門做石墨烯的 石墨烯在台灣我們普遍比較陌生 可是坦白說 中國在石墨烯的應用 其實非常普遍 那石墨烯到底在幹嘛呢 他號稱是21世紀最好用的材料 他用在兩方面 第一個叫散熱 我們知道用手機用久 大家覺得很燙對不對 當你有石墨烯加進去之後 你手機的溫度可以大幅降低 降低的好處就是 可以把耗能給減上 因為熱是一個能嘛 我如果都發熱 我的耗能就會降低 所以我藉由石墨烯降低這個耗能之後 我電池的壽命就會延長了 好 坦白說我有用過華為的手機 我用華為手機期間 我可以兩天不充電 我可以完全不用帶水 這兩年這次都沒有人卡住給你 那也真的是無意中嘛 某某電信那個續約免費送嘛 我們講說不用錢的極限忙 他用真的有厲害 他居然真的可以待機這麼久 所以從用華為手機之後 讓我完全不用帶行動電源 甚至連插頭都不用帶 因為他真的能夠待機這麼久 相較之下你看到 蘋果手機用戶的最大抱怨 真的就是待機時間真的有夠短 重點就是我們剛剛說的石墨烯 你知道我們今天要特別跟觀眾 介紹一個朋友 大家都以為他一定讀政治 讀經濟 讀法律 我跟你講 他真真真正學的是理工的 創下個 可以跟我們廣大的 你創下個石墨烯你也熟啊 跟我們廣大的觀眾介紹 什麼叫石墨烯 什麼叫做摩爾定律 我第一次聽到石墨烯 我以為是新的藝人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iPad裡面看到這張照片 就是石墨烯 一個一個黑點 不是圍棋 是黑點 就是一個碳原子 然後碳原子它就拉到 只有這一層 這個六角結構 全部一層的 就單一一層的石墨烯 六角結構據說是最穩定的嘛 那是一個鑽石 如果你用全方面的 3D的一個六角結構 那你拿到鑽石 你就鑽石了 但它是只有一層原子 所以就是把石墨 用一個方法一層一層剝下來 那石墨烯為什麼重要呢 是因為出來之後 當然華為 認證非 就希望能夠突破摩爾定律 可是事實上摩爾定律 早就被突破了 又是被誰突破了 就是我們台積電 然後台積電已經突破 以前摩爾定律就是說 因為IC半導體產業 18個月要換一代 所以18個月之後 技術就往前演進 產量就大一倍 然後所有的整個技術 全身就變了 可是後來發現說 當台積電破了5奈米的時候 它已經從傳統物理 進到了量子物理 所以那個就是5奈米 3奈米 2奈米 那個東西就已經不是 過去傳統物理學 可以去了解的了 所以台積電已經破了 摩爾定律 它的速度 所以你看5奈米過了以後 3奈米 2奈米 1奈米 繼續往前衝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在這個整個晶片的製作裡面 它的整個任正非發現說 我現在晶片又被摩爾卡了 怎麼辦 我看著你台積電 不要講說車尾燈了 台積電現在是噴射機 在往前飛 那在往前飛的時候 它後面那個尾流了 石墨熙那個任正非都看不到 所以它就想到另外一個東西 就是石墨熙 石墨熙是 大概是前十來年前得到瑞貝爾物理獎 然後是從德國出來的 研究最多的是英國 所以那時候習近平上來之後 專程到英國 然後當成到英國去 就跟英國有合作 帶著國家科學院的一堆院士 所以他們把那個技術羅過來 他們直接想說 那如果我現在在這條路上 在騎士場效應裡面 在奈米晶片裡面 我完全輸給你台積電 遙遙不渴的時候怎麼辦 玩倒超車 不是玩倒超車 另開山頭 另立風水 所以它就是走另外一條路 就是石墨熙 因為石墨熙同樣它的效應 剛才講那麼薄對不對 第一個導電量很快 充電量很快 所以如果做成石墨熙電池 充電量是現在的一千倍以上 然後另外一個呢 其實新的東西 你要越做越小越薄 你的龍載量會越大 運算能力會越快 可是會熱 會散熱 可是石墨熙做成這麼薄 如果一片片的時候呢 它的電阻很小 所以就不會散熱 那為什麼習大大會龍心大躍呢 因為習大大是在所有的企業呢 你通通呢要信黨 但是對任正非是從來不處理 為什麼 因為他是解放軍的 所以解放軍一定信黨 所以如果習大大發現說 你可以讓我呢 突破美國的壓力 突破整個台灣台積電的一個壓力 他就有一個新的武器了 所以我們說任正非啊 他因為有黨的支持嘛 他當然講話有特別的狂 我們去年講過什麼呢 華為世界第一歐美一定要用 非用不可 但沒有想到現在 怎麼就被打臉了呢 我們來看 全世界 把這個5G做得最好的 說華為 全世界做5G只有幾家公司 只有一家公司 把微波和5G做得好 我們當把5G和微波 做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就不需要光纖就可以回船 歐美國家最終 我們有很多東西 它非買不可 這個全世界只有華為能做到 那不買它啥 不買它就虧了嘛 就比賽嘛 這是和平競爭嘛 技術競爭是和平競爭嘛 它除了買它還有啥本的辦法呢 華為現在出問題呢 就是機構臥重 能否一失 整個管理群集太多 那麼複雜 能這麼多PPT 這麼多會議 這麼多有效的勞動 外界有人說 說這個華為現在可能是 從有公司以來 現在是最艱難最危機的時候 能這麼看嗎 不是 不是 我們經理至少這張20% 至少每一個部門都遙遙於四 我叫他們把計劃報低一點 不然我要再上頭他們獎金 就壓你們了 那要怎麼救華為啊 好 任正非說他要離婚了 但不是自己要離婚啦 現在誰要離婚 公司要離婚 對 華為跟他旗下的榮耀要離婚 這是要幫華為找出路嗎 沒有 離婚有分啊 是真離婚還是假離婚啊 有時候可能卡到官司啊 可能欠加錢啊 可能有人要找你麻煩啊 我們只能假離婚 創下個 華為跟榮耀是真離婚還是假離婚 我們知道很多時候 離婚的時候是一種財產 能夠不要一次被人家併吞嘛 對不對 所以假離婚真聚財 然後這個東西 所以任正非也弄到 剛剛講到石墨烯 可是他又另辟蹊蹺 可是講實話 全世界都在研究 但是能夠做到 從實驗室直接到工業生產線的 還有一段路 然後做到一個大量運用的 還有一段路 所以在這段路裡面 任正非怎麼辦呢 現在大家在搶5G的手機 然後現在再怎麼樣 搞不好我們過幾天 任正非想說 我們石墨烯 只要實驗室已經成功了 台積電當中某 或者是告訴你說 我們現在要進入1奈米 你不是遙遙落後嗎 你在那落後公司的時候 你總是不能錢一直砸下去吧 這個東西都是高資本秘籍 高技術秘籍 幾千億幾千億的砸 那現金怎麼辦 那現在就是買不到晶片怎麼辦呢 那對啊 你5G的高級的手機 你再怎麼樣 沒有這個 你告訴你說我這是24奈米的 人家說我1奈米的 你有市場嗎 怎麼辦 我比你大 對怎麼辦呢 所以榮耀是做低階手機的 那比較低階手機的 我現在就高級 所以低階手機 我也不需要你24奈米 也不需要你1奈米 2奈米5奈米 那怎麼辦呢 我現在說他跟我離婚了 所以我欠的錢跟他無關 我不能買的 他總可以買 他可以去賣 他可以去買 然後他可以到第三世界 去開發中國家 然後這個時候 因為我是低階手機 我便宜 但是很多國家 像韓國 台灣 也沒去做這些低階的晶片 低階手機 他就可以去撈錢 就可以去賺錢 那這種國籍呢 就跟剛剛討債講的一樣 討債是學我們台灣的手法 這個撈錢手法也是一樣 當年我們台灣40年前 整個竹科剛剛起來的時候 很多半導體產業 剛剛起來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怎麼賺錢的嗎 我要做一個IC產業 半導體產業 我要組一個電腦 裡面電路板都多複雜 核心技術我要花錢砸 一年都是砸很多錢 不知道哪一天可以回收 遙遙無期 而那個時候呢 Pachingo 如果大家有去玩的話 其實在那時間裡面 小鋼豬 小鋼豬 小蜜蜂 那個電動玩具裡面那些 這個都是日本牌子 裡面都是台灣做的 所以台灣那時候也是一樣 把他們成立下面很多子公司 做這些低階的電路板 做這些然後拿到現金 拿到現金之後才可以去研發 才可以去挖角 才可以去買技術 所以其實他在學的就是 榮耀分家 然後榮耀到第三世界 到為已開發國家 為開發國家 開發中國家去撈過來的錢 低階的低價的 大量的現金 哪一天又跟你講說 我們又結婚了 然後他的錢又拿到了 你知道我們說 這個認證費有講嗎 他說我跟榮耀離婚 榮耀你可以去求外援 你可以拿洋槍洋炮 但是我用漢洋罩的大刀 所謂的漢洋 我們剛才不是提到漢洋鋼鐵廠嗎 那漢洋還有兵工廠 其實清朝末年我們 因為以前我們試 洋槍洋炮叫做奇蹟銀橋 但是現在被奇蹟橋打敗了 我們要自己來做 所以張之棟那個時候 他除了做漢洋鋼鐵廠以外 他還做了所謂漢洋兵工廠 那漢洋兵工廠 它主要技術來源在哪裡 你看我們今天講了很多 為什麼大陸做不出來 不是沒有錢 是沒有技術 而當時漢洋兵工廠的技術 就來自於德國 那也因為有德國這個技術 所以在抗戰時間 我們當時往內陸移嘛 往大後方撤 所以撤到重慶之後做出了什麼 叫做中正步槍 就是用蔣中正名字取得步槍 但是我們大家覺得 比較好奇的是 你看像我們現在 這麼樣多的一些晶片的內容 難道華為還要不停的有分身 去買晶片嗎 讓大家也蠻好奇的 好 我們來問一下東城 接下來呢 這華為還有個南泥灣 他們最近很喜歡用戰爭來取名字 這麼塔三計畫 南泥灣計畫 怎麼那麼多計畫 沒錯 其實這個呂潔老師已經知道 當年他們在1941年3月的時候 中共因為有在南泥灣這個地方 要有所謂的自給自足的一個計畫 可是遲照星天呢 華為面臨這個困境 就是它被美國封殺 很多晶片很多專利的技術 它沒有辦法跟別的廠商買 那怎麼辦呢 他們就提出了一個 我們要自給自足 剛剛前面有提到 手機的晶片它可能 暫時還沒辦法突破 那它要做什麼呢 沒關係 它可以從筆電 可以從智慧型家電 來開始自給自足 所以其實在筆電的晶片上面 其實如果有在碰電腦的觀眾朋友 你們就知道 AMD Intel 這是世界上的兩大廠 但是華為接下來 也不打算跟他們買晶片了 它要自己研發出 自己在筆電上面的晶片 那這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他們為了要做到自己自足 在筆電上面 它跟手機不一樣 筆電的體積比較大 所以它的發熱 散熱 效能 其實沒有那麼要求 在手機上面就會很要求 所以手機這條路它不能做 它來做筆電 目前他們的筆電晶片的製程 其實是還沒有明確的發表出來 但是未來他們目前喊出 這個南尼灣計畫 就是打算 我未來要在筆電的產線上面 未來要在智能家電的產線上面 我不要再仰賴任何美國的技術 因為我被美國封殺嘛 所以我要研發出自己的技術 這是他們現在喊出 南尼灣最大最大的一個動力來源 但我也滿好奇說 華為這家公司 到底真實情況如何 它對員工到底怎麼樣 你以前在補習班的時候 有沒有很苦過 我是沒有啦 因為我一出道終點就很高 老草人厭喔 可是我們真的看過很多一些 比較難扣的老師 一些所謂的這個 後面心境的老師 你要知道我們以前 補習班老師 如果你只能在同一個區域上課 有沒有這不夠紅 真正的補習班老師要跑來跑去 我們要跑課 可是跑課有時候 我可能今天晚上 可能在台北上課 可是明天一大早 又是台北的課 我住高雄怎麼辦 那有錢當然就住飯店嘛 那沒有錢怎麼辦 我們就住三溫暖 那再更沒有錢怎麼辦 你總不能叫我睡台北車站 跟遊民搶報紙你知道嗎 這位我會嘛 所以後來有些班族 其實人還不錯 他會把補習班的鑰匙給你 你就是桌子併一併 然後在那邊 因為晚上要洗澡 就擦擦身體囉 濕子巾囉 濕子巾 就睡在那邊就對了 對 華為也是一樣 你來雖然有點洗漢 不過我們準備床墊給你喔 幹嘛準備床墊呢 床墊你也不用自己買 我們幫你準備好 來這裡睡就對了 華為呢 新進的員工 開開心心的大學畢業生 理工科相關的 進到華為總公司 受訓完之後 公司準備三寶給他 第一個電腦 第二個協議 協議是什麼 我等一下來聊 最重要的就是床墊 在華為的公司文化 有一個所謂的床墊文化 這個可能甚至要追本溯源到 大概就是 大概87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 任正非他們創業的時候 有這個住在宿舍 住在公司的一個情況 兩點一線啊 對 但是實際上呢 現在的華為的新人啊 他們現在就是 公司發給他床墊 要幹嘛用的呢 除了你在中午 可以拿來午休 他們你可以看到 當初 這上下鋪的概念就對了 對 這是他們以前的那個宿舍的圖片 我還以為是在軍營裡面 好像差不多的概念 但是現在當然不可能 我覺得好像礦坑喔 現在當然不可能 都在辦公大樓裡面 可是給你那個床墊呢 就是摺疊的那種行軍床 你平常辦公呢 就放在那個桌子下面 午休的時候 午休的時候 不能啊 一定要午休嘛 或是加班的時候 累的時候你可以睡一下 正常的上下班時間 他們一樣是正常辦公 可是這個床墊文化 就造就了現在華為公司裡面啊 你加班是一個正常的事情 是不是代表很操勞嗎 你可能24小時 你在上班就20個小時 所以只能短暫的 在這個床墊上面 明明一下 睡一下下 沒錯 這就是華為整個公司的 一個企業文化 代表說 你加班加的越多 你就是越努力 越努力 你賺的錢越多 那這個就要談到 第二件事情了 他們加班 台灣有勞基法 有規定說 加班要多少時間 一個禮拜不能超過幾個時數 大陸當然也有相關的法規 但是他們現在有個很特別的 第二保就是協議 這叫華為奮鬥者協議 這個協議很有意思 他說 我是自願成為華為公司的奮鬥者 然後我放棄在公司工作期間的 代薪休假 和代薪年休假 這個叫賣生器 這個不叫協議 這個協議我簽過 我結婚的時候跟我老婆簽的 對 這個就等於是 你把你自己的權益 宣告說我放棄 所有法律上的權益 我都放棄 那其實在華為 前幾年就有一個案子 就是有一個人 他被公司辭退了 他很不甘心 他要拿到他的年薪 年假 加班費 他拿一筆錢 就跟公司打官司 結果現在他們官司的正義點 就是因為你當初有簽這個 奮鬥者協議書 這個奮鬥者協議 讓這個原告 告公司的這個員工 被辭退的員工 在法律上面節節受阻 很多他的權益 都沒有辦法爭取到 因為他讓你在簽這個協議的時候 就自願放棄了所有的加班費 放棄了所有的年假 這些薪資到最後呢 你都會拿不到 這個是在華為上面 他們法規 以及這個公司的一個協議上面 可能會產生衝突的一個爭議 欸姐姐 我問你喔 如果東西又好又便宜 然後這個售後服務也做得很好 三米數個 你為什麼不用 一定有資安問題啊 你知道現在他們居然還爆出了 掃地機器人幹嘛 會偷虧你耶 掃地機器人偷虧你 對 非常恐怖 你喔 為什麼華為一直被封鎖 它東西又好又便宜嗎 難道真的是資安上有問題嗎 我想其實這一邊的話 首先要跟各位觀眾朋友 去介紹一下 就是說我們一直講 把資安跟這個5G啊 還有這華為的產品連在一起 其實是有一點點模糊的 就是5G它基本上 它是一個第五代的一個 新的一種通訊協定通訊技術 那它比較類似的是什麼呢 它有一點類似 就是一條高速公路 所以它是一個新的高速公路 所以讓你跑得很快 那裡面你會不會偷東西呢 它會知道你有傳輸 可是就像高速公路上面 我們有貨櫃車 有這個發財車 有各式各樣的客車 你要怎麼樣讓別人 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就是你的加密碼 所以其實今天5G這個技術 到底會不會有造成一些洩密 重點其實是在你的一個加密 我們常說code跟bcode這個層面 可是今天的問題在哪裡呢 問題是在說 今天你在發展5G的時候 會不會同時也有很多的一些 電子產品 會用到中國製的產品 那這些產品 它會不會再竊取你的資料 這個其實就是關鍵的 像剛才有講到 可能它的這個掃地機器人 有啊每一次不是下載什麼APP 它就要你回傳什麼訊息 然後包括把你的名字啊 住在哪裡啊 什麼電話都寫得輕易足足嗎 你要輸入一些資料啊 沒錯 那這邊的話 其實我們大家在下載APP的時候 有時大家會仔細去看 你開啟了什麼東西嗎 可能不會 不會啊 你就一直按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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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同意同意啊 就是打勾打勾打勾 打勾 next 然後I agree就下去了嘛 沒錯 所以其實通常我們在看的時候 我們會不自覺的把太多的權限 開放給別人 就像曾經我們的一個團隊 有去做過說 在一個手電筒的一個APP裡面 手電筒講的就是照明嘛 為什麼它會要你的通訊錄的權限 為什麼它會要你麥克風的權限 手電筒跟通訊錄有什麼關係 是啊 其實是我可以聲控 然後它可以通知我朋友說 我現在在暗處 然後趕快開燈嗎 不可能啊 這個就是說它會用一些 不管是什麼修圖軟體啦 或者是這個手電筒啊 等等各式各樣的APP 它都會從中去收集你的個人資料 那我們說其實華為那麼便宜嘛 又好用嘛 所以他們我們說 除了陸上的一帶一路以外 中國還有海上的一帶一路 現在華為變成它資訊的一帶一路 開始在侵襲這些所謂的 我們說未開發 或者是開發中低度開發的國家嗎 對 因為華為啊 因為畢竟在歐美國家受阻 被打臉了怎麼辦呢 此路不通 那我們就換別條路走吧 對 換哪一條路呢 就換到東南亞這條路 最近呢 華為在東南亞這些地方呢 真的有很多建樹 而且讓大家比較意外的是 你們怎麼會在這些地方 該這樣的東西呢 對不對 潘老師 對 我們之前說過 以美國為首的話 他們是不是有這個clean net 對不對 乾淨網路 所以其實呢 華為就被這個摒棄在很多的 美洲跟歐洲國家 那但是呢 就鄰居來看的話 那沒關係嘛 對不對 這一塊大餅的話呢 目前看來 還是在我的掌握當中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呢這些廠商 也都是跟這個華為合作 例如說它跟這個馬來西亞的MAXIS 然後另外的話 菲律賓的這個Globe Telecom 然後另外柬埔寨的話 還在談 然後另外還有哪裡 還有泰國 而且投資了不少錢 對 沒有錯 泰國的這個Advanced Info Service 這一些都有合作5G的計畫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大家不要想說 難道這些國家 全部都聽中共的嗎 沒有耶 他們很多設備來的時候 有很多大廠都有來競爭耶 來 我們看一下這邊 Ericsson 呂潔你記得嗎 那好久了 好久了 大家覺得已經好紅喔 我人生第一次手機就是他 孔雀機 還有那個時候 金城武的拉麵機 鯊魚機 對不對 對 另外的話還有Nokia Nokia當然厲害了 機王5130 3110 6150 對不對 他們現在的話當然手機市場 Nokia其實還有做很多 但是他們這個5G的設備也有 可是目前看來 至少在東南亞這一塊 好像是競爭不過華為的 為什麼 我們剛剛很多來賓都講到 來啦 看這裡啦 主要是因為 他們呢 因為價格便宜 20%到30% 另外的話 而且他們還覺得 不只便宜而已喔 便宜 怎麼說 他們的技術又更先進 來 我們舉兩個例子來看好了 首先第一個例子的話 我們先看到印尼 那其實呢 印尼呢 跟這個大陸之間的話 因為南海的關係 其實是有一些爭議的 那但是爭議歸爭議 經濟歸基 沒有就 Bestiness is Bessiness 所以其實他們還是 他還算是他最大的這個貿易國 那當然另外的話呢 有一些問題 他們可能彼此都有一些狀況 所以也不會彼此互相指責 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有之前的這個香港 港獨反送中的 然後另外藏途江獨 那其實印尼的話 其實也有一些 因為它也是個大國家 也是有一些獨立的問題 所以他們不會互相指責來指責去 那但是在這件事情上面的合作 來從這邊可見一般 有沒有發現 簽署協議 華為幫他們訓練 十萬個5G人才耶 而且不是只有這種軟的喔 在硬體的部分的話也是 在幫助他們建立這個5G的設施 然後另外還跟他們的這個第二大的電信商合作 所以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跟印尼之間的關係喔 不是煤炭而已喔 還有這一種喔 網路上面的軟體跟硬體的培訓 那另外我們講啦 喔 這一個合作的話更是厲害了 我們看到泰國喔 那剛剛說到 他跟他們的這個電信商AIS合作 對不對 另外的話你看 他在今年9月的時候 在他們這邊成立的5G研究中心 砸了7億 花非常多錢喔 那另外的話呢 還有什麼我們再跟大家報告 因為其實他們自己的副總理也出來說 他說我們泰國已經進入了這個4.0 那這個4.0是什麼意思啊 我跟大家報告 其實指的就是Industry 4.0 第四次工業革命 那我們之前講的喔 這個在這個2000年左右 一直到2010年的話 這個是第三次工業革命 重點是在於工廠 網路革命 對 要規模化 然後另外的話呢要自動化 那但是呢 新的這個4.0它的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在於互聯 Internet interconnection 還有呢 Big Data 大數據 Customization 客製化還有什麼AI 但是大家聽到這一邊 這一些東西的背後都需要什麼 都需要那一條高速公路啊 都需要5G的那個高速公路 那你高速公路的話 誰幫我蓋得又便宜又好 那說到什麼 就是華為 他們就是這樣行為 所以華為的話就進來了 而且其實他們還說 泰國 大家不要想說去那邊 只是那個觀光的大國而已 大家知不知道 泰國竟然是東協當中 第一個可以實現5G商用的地方耶 而且他們還要打造 他們成為整個東協跟東南亞的 這個數字樞紐中心 然後呢要培育很多的數字人才 那當然我們可能很好奇啦 數字樞紐中心 數字經濟 數字人才 是什麼東西啊 那是他們大陸的講話啦 我們這裡是講 那是Digital Talent 就是Man or Women with Digital Talent 就是那個 有數位 數位能力的 我們習慣講數位啦 他們喜歡講數字 好 那大家不要以為華為是現在 哇 我在那個美洲那一邊 吃憋我現在才往這裡走 不是喔 華為在那邊沒目視喔 他在泰國在那邊 跟他們合作已經21年了 早就佈局了 早就已經佈局在那一邊了 所以其實他們做的事情非常的多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 你看剛剛其實我們已經有談過 而且還沒完喔 明年要再繼續投資 投資的話7億泰銖 核心2300萬美金 而且還要啟動 第三個數據中心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起來的話 他其實喔 泰國自己有這種想法 我是4.0我要提升 我要數據化 我要精緻化 我要AI 我要華為的幫助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來我們再全部算給大家看 來我們再全部算給大家看 剛才這個都總把它加起來 這其實是外國的這個 專業人士他評估喔 這當然也有這塊 這五年內 這五年內有沒有看見 營運商的話 資本支出總計 哇非常可怕耶 660億美金耶 那當然很多人會說 660億美金 來我講個數字給大家做參考 美洲的話喔 如果就北美而已喔 就這五年來看的話 他其實這個電信運商的錢 是多少 大概是2800億美金 然後另外的話呢 那那個歐洲呢 歐洲大概是1800億美金 所以看來這邊好像只有 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而已 問題是再回到我們剛講的 在以美國為首 現在已經可能超過30個國家 要響應的這個cleanet 就是乾淨網路的計畫 華為被摒期在外 至少東南亞這一邊 該站穩的還是要站穩 我們來看喔 華為離婚榮耀 這代表華為在幹嘛呢 斷尾求生嘛 找一個分身 趕快喔 來跟世界各國一起來合作 不會因為華為受影響 但華為一直說要自製晶片 現在蓋了一個晶圓的工廠 好說已經封頂了 但很多網友就說 這會不會是一個爛尾樓呢 大家不曉得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很生氣的是 任正非不是講說 中國做的晶片世界第一嗎 但沒有想到呢 哎呀 他們自己呢 晶片荒 驚慌失措 居然說啊 這個晶片第一的 中國指的是台灣 讓大家覺得 Come on 就不要吃台灣的豆腐了吧 那麼說啊 這個華為啦 中國呢 在我們說歐美還有澳洲 印度呢 受阻之後呢 他們漸漸把重心 挑往另外一個 也是路加深地喔 巴黎島在哪裡 在印尼 中國在世界各地都受阻 然後並且跟這個印度啦 澳洲也鬧到不可開交 所以咧 他們以前跟印尼就有關係 但是現在咧 他們更加出重手 更用力了 更加出重手 要抓印尼的市場 朱老師 確實喔 我們在前面一個小時有談到 跟澳洲吵架嘛 那我以前很多原物料 都跟澳洲買嘛 現在如果澳洲 不跟澳洲買 他要跟誰買 印尼 為什麼呢 印尼號稱小巴西 什麼意思 巴西是全世界原物料最豐富的 尤其是各種金屬礦材 號稱我們以前 理化都學過所謂的金屬元素表 巴西號稱這個元素表裡面 所有東西他們都有 這麼誇張 這麼豐富 好 印尼是比較差一點 所以它叫小巴西 印尼的原物料也非常非常豐富 所以呢 我不跟澳洲買 人家印尼也都有嘛 也許說好 以鐵礦砂來說 可能印尼沒有你那麼多 可是我印尼多的是其他東西嘛 好 所以你看到 現在中國就準備跟印尼 大量採購煤礦 鋼鐵 煤礦 不就是煉鋼 最重要的兩個東西嘛 所以呢 他當然要跟印尼交好嘛 因為幾個原因 第一個我們剛剛說了 小巴西 原物料非常豐富 中國以前都很靠澳洲 現在有跟澳洲鬧翻了 那當然要找個備胎 所以印尼當然是首選 而且又跟他又近 第二個 印尼的人口數全世界第四多 多少 還有2.7億的人口 而且不要小看 你有2.7億人很窮嗎 東協第一大的經濟體 其實就是印尼 所以印尼的民眾 當然說有錢 不是非常有錢 可是以人均所得 其實並不低喔 而且2.7億人口 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中國當然會看在眼裡嘛 第三個 因為印尼這幾年 我們剛剛說了 原物料這些東西 真是靠天吃飯 所以印尼總總總左克威上台之後 他就下了一個很大的命令 真的這有氣騙喔 我以前都是原物料出口 包括印度 包括澳洲現在都還在做這種事情 可是左克威上台之後說 不行 我不要原礦出口 因為原礦不值錢 而且這個老天爺給的東西 總有一天挖完 所以必須是加工品 加工品才能出口 那這影響多大啊 好 它的目的就是 我心裡離來我這邊蓋加工廠嘛 所以從最基本的原物料加工廠 到現在印尼當然不會以這個為滿足 科技業 尤其大家今年是不是都看到 去中國化很多的 世界各國的科技廠 開始往東西的國家搬 除了印度之外 第二選擇就是印尼 那中國自己的廠商 其實也在做一樣的事情 你不要以為搬出 搬出中國的這些科技廠 是其他的外國廠商 連中國的科技廠自己都覺得 我還是搬家比較好 印尼就是一個很重要的選擇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光從去年到今年 中國對印尼的投資 就是暴增79% 印尼它不是窮 它是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 而且集中在誰的手上 集中在華人的手上 確實在這個市場真的是 貧富非常非常的懸殊 可是真的 你如果去過印尼當地 不管或者是它那些旅遊島 你會發現當地也其實還滿敢花錢的 然後跟我們不一樣 華人可能賺100塊錢 存50塊錢只花50塊 當地人可能是賺100就花100 所以不要小看他們可能所得 就沒那麼多 他們的邏輯跟我們不太一樣 我們台灣人講 好天要欠貨來牛 他們不是的 我們說這個印尼 我們就以巴黎島來講 它是熱帶氣 它一年可以三貨 如果以台灣人 能種三貨我種三貨 甚至三貨之後 其他空前的時候 我種個花 種個草 種個什麼東西可以賣錢 印尼不是喔 我這一貨種好了 我收成了 我吃完了對不對 吃完再來種第二貨 所以大家我們就一個頂太風 我想大家就算沒吃過 也都聽過吧 頂太風在印尼開了20幾家分店 尤其關亞加達就10個分店 頂太風在印尼的消費 人均大概是1000塊台幣喔 我們在台灣人均吃一餐1000塊 都算很多錢啊 在印尼居然開1000塊錢的店 而且一開開20幾家 你想你就知道這個市場有多大 所以中國當然知道 我印尼 我的後花園 我有一個這麼重要的國家 我當然要跟他喝喝他搞破 尤其是另外一個大國印度 我已經跟他鬧翻了 澳洲我也鬧翻了 剩下這個印尼 還有剛剛潘老師講的泰國等等 這些東西的國家 我當然要好好的跟他按南 尤其是我未來要在東南亞這邊 開一個出海口 我都要借到與你 我當然要跟你好好的相處 但老師這一次是印尼主動來宣布說 中國要跟我們買煤炭 而且就在他們跟澳洲跟印度的交惡時間點 會不會覺得太巧合了 當然這不是巧合 因為其實過去中國就有跟印尼採購 這一次是特別的多 另外一方面 印尼其實也有一個 角色上就是我跟中國試好 因為覺得好像你全世界都跟中國不好 可是我印尼我當下 現實的問題我需要你中國 我當然跟你試好一下 所以你要買債購 很歡迎我有這些東西 我都可以賣給你 那當然我要的是其他好處 譬如說剛剛說的5G建設等等 它還是得靠中國 但我們說中國現在感覺起來 有新南向了嘛 往印尼走 學我們的啊 但是你知道嗎 他跟印尼看準的是他的資源 會不會有點來者不善的感覺啊 英佑 我想其實這邊我們要從 二世事業大戰開始講 當時的太平洋戰爭 日本為什麼要攻擊珍珠港 主要就是希望它能夠拿到 東南亞的資源 特別是哪裡呢 在印尼呢 那時候還叫做 和屬的一個東印度群島 因為印尼的戰略資源最多 它有石油跟橡膠 沒錯 特別是這個石油根的話 就是它掌握了能源的一個管道 然後還有在橡膠的話 它是戰鬥機等等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些資源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當時其實在看的話 那時候呢 日本呢 先生先生跟各位講一下 日本當時其實是 陸軍航空隊跟海軍航空隊 日本一直都沒有空軍 都有閃兵 所以當時他們在攻擊珠港的時候 就是用那一個 他們叫落下閃部隊 去佔領這一些港口 好那當時這些歷史 其實都有去告訴我們說 印尼的它的一個自然資源 非常非常的一個豐富 那這一些其實也是現在 中國它希望能夠跟印尼 去發展它的一些 互動的主要的一個原因 那在這裡的話 我們可以去看到 過去的話 六月我們說會有個 香格里拉論壇 然後11月呢 是中國自己 弄了一個香山論壇 可是今年 不管是疫情也好啦 都是視訊啊等等的 可是這一邊的話 香山論壇 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在質疑說 都是你中國自己在玩嘛 然後你有主場優勢啊 自己組小圈圈的概念就對了 就是這個 從溫層小圈圈的概念 甚至是他請的對象 對方的一個來賓 也不一定會說是非常高階的一個 像是香格里拉論壇的話 六月在新加坡 香格里拉論壇 可能美國是國防部長 甚至是總統 日本的話 之前是安倍親自做過去 可是香山的話 可能就是五官 或者是學者 這樣的一個形態 OK 那印尼的話 它也希望能夠去比尼 這個新加坡 有一個國際的論壇 印尼它主要是那個什麼呢 就是我們說的 亞加達論壇 在亞加達論壇的時候 中國跟印尼這邊非常的一個互動 就是希望能夠去得到 它的一個資源 我們說 這個有趣的來 那中國哪一個地方人 最喜歡往外跑移民你知道嗎 哪裡 閩越地區 就是廣東跟福建 因為廣東跟福建 人口太多 地狹人又醜 山多平地少 所以他們喜歡往外跑 那我們都知道 廣東人往哪裡跑呢 廣東人往香港跑 往哪裡跑 往美國跑 所以你看早期美國的電影 他們所謂你們的華人講話 他不是講普通話 不是講我們所謂的國語 他們是講廣東話 台樓 內海賓國那一種 我們說閩南人喜歡往哪裡跑 喜歡往東南亞跑 往台灣跑 所以你如果去東南亞 你不要用台語罵人 他們聽得懂 他們聽得懂 對 當時我們說 在早期一直往東南亞牽的時候 有一批所謂的閩越地區的居民 就跑到了印尼 對 我們說台灣 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這是錯的 最早的民主共和國 是在印尼的 我以為是美國 不是美國 就是印尼 亞洲 可是說實在話 如果跟美國比 他毫不遜色 美國第一任總統選出來 是在1783年 他們第一任有總統性質的 國家元首出來 是在1777年 他叫做南方共和國 這是一個華人叫做羅芳伯所建立的 所以這個國家維持其實很久 因為印尼後來變成所謂的荷蘭的殖民地 所以那時候荷蘭人 他利用這些華人 來跟當地的所謂的印尼人 開始打交道 我們說以中國的說法叫以儀制儀的方式 感覺起來是被欺負的概念 那當然後來會出了很多問題 所以也發生過所謂的大屠殺 但是當時荷蘭政府 一直不敢真的把這個國家給滅掉 為什麼 因為中國當時大清帝國還在 所以這個國家從1777年建國一直到1912年 所謂的大清帝國王國 才被荷蘭人處理掉 這也是亞洲甚至是人類史上 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但我們說印尼最近也多了很多的建設 包括中國的一帶一路 又是一帶一路對不對 它也進去 幹嘛呢 亞萬高鐵 但是我覺得比較落差的是 本來說好2018年就完工 但沒有想到蓋到現在 還沒有蓋好 怎麼會一回事呢 其實中國在不止是印尼 甚至新馬高鐵也都延宕 但我們來講亞萬高鐵這個部分 這一次最近有一個非常大的新聞 就是中國一直在賣它的高鐵技術 要在馬來西亞也要蓋高鐵 在印尼也要蓋高鐵 可是路要徵收 土地要徵收 山洞要打通 但是這一次是第一次 我終於要把我的鐵軌 從中國運到印尼 這一個動作我們講起來很簡單 其實超級超級困難 因為你們可以看得到 就是現在呢 亞萬高鐵 它要從亞加達到萬榮 它全長150公里 哇 這些鋼筋怎麼送過去啊 對 因為第一個 印尼他們沒有精煉鐵路 鐵軌的一個技術 一定要在中國做 而這個鐵軌那麼長 在中國的他們的標準習慣 是我100公尺的鐵軌製造出來之後 運到我要蓋的地方 這一次他們呢 因為印尼的船運的關係 它只能蓋50公尺 所以一次運50公尺 它就要做切割 這些鐵軌運到了防塵港之後 它要從防塵港出發 運往印尼 光是火車載著鐵軌 到了防塵港要卸貨 它就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個技術 所以其實在防塵港 他們這一次呢 要為了要把這個鐵軌運出去啊 他們把整個港口做了一個大改造 甚至把之前本來放在很多港口的貨物呢 都花了好幾十萬人民幣 要清空一個場地 好讓這些鐵軌能夠上架 而且並且上車 那這也是呢 中國第一次我要把鐵軌做好了之後 一定要知道這個鐵軌運送的過程裡面 你千萬不能有任何損傷 你也不能夠碰撞 因為未來是高鐵的火車 在上面跑的 你要是品質不過關的話 那一定會鬧出人命 所以他們對於這一次的 卸貨運輸的過程裡面 是非常非常小心 可是這是中國第一次 把他們蓋好的鐵軌 從中國運到國外 那這個劃時代的一個舉動呢 沒有任何的經驗可以做借鑒 所以這一次他們就花了很多的心思 我要怎麼樣子去做成本會最節省 我現在港口裡面呢 我要花多少的機器 要怎麼改裝 他們甚至整個防塵港呢 還建立了一個特別的小組 一個團隊 要去研究我現有的一些器具 我要怎麼做改造 才能夠順利的把這個鐵軌 切割完之後 運上船裡面 老師你要知道喔 他們從這個防塵港的火車站 運下來到防塵港的碼頭 中間有多長的距離 只有四公里 只有這四公里 不長啊 可是這四公里 花了他們好多好多的時間 在這四公里上面 因為你這四公里要運送 要切割 要小心這個鐵軌 不要有任何的損傷 那這個也是中國在印尼上面的投資 所跨進非常非常大的一步 而且說要把100公尺先運送到港口 再切割成50公尺再裝船 再送到印尼 所以這樣子一個個送到半個月才可以抵達 對他的時間會花非常非常久 而且重點是這個是中國說 他要在這邊蓋建設 但原本是要把日本擠下來的 因為當時啊 他們在做這個投資競爭的時候 你要知道 過去都是日本的投資金額 遙遙領先中國 但是終於在2019年的時候 中國的總投資金額超過了日本 那這一次他們的高鐵的競標案 在2015年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有在醞釀了 那那個時候的在競標的過程當中呢 最後的結論 我們發現是中國勝出了 所以接下來這一段的高鐵呢 其實目前的預定呢 都是以中國為主 要來做營造跟建設的 所以有點中日在搶印尼的 這個經營權的感覺喔 最近你要知道 做生意最重要三件東西 什麼是 誠信 獲利 有誠信的獲利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第三點 要獲利最重要的 你獲利要有誠信嘛 有誠信的獲利 可是問題來 跟中國合作 你看 不管他跟你說什麼時候會蓋好 都會拖 拖到後來 很多人也發現啊 那誰最講信用 號稱誰最講信用 誰最一板一眼 誰最謹慎 是日本 所以創下個 聽說印尼有想回頭 去找日本來幫忙 是的 印尼現在 因為這個鐵路 本來早在2019年 就應該要運轉了 現在是遙遙無期 你看鐵軌才剛剛運過去 遙遙無期 所以印尼現在又有想要施壓 就是把老夥伴日本找回來 回頭要找別人嗎 回頭要找 所以說是兩萬鐵路 再把他拉到市水 我們知道市水有個動物園嗎 也很有名的 拉到市水那邊去 拉到市水去 要希望日本來 就要把日本找回來 但是要找日本 其實這個時候 日本首相是菅義偉 他們還沒有真的去找 找了是菅義偉之後 菅義偉一定心裡白趕交集 又會想到五年前 他最痛恨的那四個字 巨大止路 讓菅義偉非常的難過 因為他們要蓋這個鐵路的時候 最早的時候印尼要蓋 然後當時的時候 習近平講說 我準備好了十萬個億 我呢一帶一路亞投行 我會來協助你們 黃的咧 所以習近平還有他們的鐵工機 因為內部裡面很多問題要輸出 所以他們開始來搶 說我也會坐高鐵 然後也來搶高鐵 然後日本原來在那邊招標 其實安倍晉三也去過好幾次 然後最後他們在簽約的時候 沒想到一個月裡面豎變 而且最狠的是什麼 安倍晉三都去了 都跟他們談好了 很多條件 結果到那邊見了菅義偉 菅義偉說 他總是官房長官 他就負責掉 我可以處理吧 沒想到談完之後很高興 結果過兩天他跑到北京 說我要跟北京簽約 為什麼 因為北京說 他就要說 因為日本你太囉嗦了 你還有我政府做保證 我們怎麼保證呢 你看中國多好 習大大對我多好 你想要有高鐵嗎 是的 喜歡嗎 大大蓋給你 大大蓋給你 你有沒有錢嗎 你缺錢嗎 是的 喜歡 大大蓋給你 大大蓋給你 那你政府需要保證嗎 你政府能夠保證嗎 我們國家其實還滿麻煩的 怎麼樣很多狀況 喜歡嗎 大大沒意見 所以他們也不需要國家擔保 什麼都不要 但是日本覺得做生意 一定要國家擔保 所以一定要你弄 所以他就覺得 你日本條件太多 大大對我多好 就答應了 但是沒想要答應之後呢 他擺在那邊 好幾年沒鬥 而且中國最後呢 還為了這個呢 自己找到一道理由 叫做中國高鐵 踏不過的印尼障礙 他們去訪問說 為什麼拖在那邊 因為他那邊說 那是因為在印尼這邊 在中國 我們說今天要鬥 我們今天叫你這些丁子戶 沒有丁子戶的存在 叫你拆就拆 叫你籤就籤 就在印尼這邊呢 徵收土地 是我們的困難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隧道 本來就要蓋了 他們還做這個報道 結果到了現在五年下來 都還沒把土地給徵收下來 都是印尼的問題啊 所以說是你印尼政府的問題 所以是你的狀況 然後說 還有甚至找工人說 我認為這麼辛苦工作 他們都從中國直接去工人的吧 我一天要抽煙 可是印尼的煙草味不對 我抽不習慣 這鍋甩得很大耶 對啊 所以他們這樣子 一推256 拖到現在就是因為 所以印尼呢才說 好吧 那我要再找日本回來 而且最近因為日本呢 美國已經在拉起一個 全世界的供應鏈同組 沒錯 然後在亞洲叫做 日本隊長先行嘛 那菅義偉呢 所以也有可能 日本隊長要來了 所以他們才緊張了 所以趕快 趕快說 我們的鋼鐵有了 我們趕快運過去 其實怕的就是 日本重回來 不過再補一下喔 其實印尼喔 真正在合作的喔 其實找我們台灣喔 搞不好台灣可以合作 你剛剛不是講到說 古時候的印尼 那個國家是 中國人建的嗎 印尼共和國 70年前的建國英雄 有兩個人 哪兩個 就是台灣人 一個叫做李柏欣 一個叫做陳志雄 陳志雄 陳志雄 對 然後還有李柏欣 李柏欣是什麼 當年日本的時候 把他們帶到那邊去打仗 打仗之後呢 戰後之後 留下來 900個遊擊隊 幫忙去對抗荷蘭的殖民軍 然後陳志雄呢 當時在幫日本做軍火 把這軍火給了這法礦軍 所以陳志雄 那個李柏欣還被葬在 印尼國家英雄公墓 李柏欣 然後陳志雄呢 也給他一個勳章 留下來 讓陳志雄有另外的故事 我們有機會再講到 在台灣這邊 設了一些 是他的不幸的故事 所以其實 印尼對他們最好的 會發現是台灣 是日本 也是我們台灣人 但我們說 這個山不轉路轉 印尼現在高鐵要怎麼轉呢 沒有人曉得 不過中國說要投資印尼 這感覺起來有點司馬昭之心 這時候山不轉路轉 路不轉人轉人不轉心轉 至於印尼會不會變成 就是中國一帶一路的看板呢 攔截新聞我們明天見